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是風濕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各位收聽今集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今集的節目主持人Carmen 還有身邊的袁醫生 袁醫生你好 是Carmen你好 大家好 袁醫生 最近我們有個熱門話題 關於選舉 最近那些選舉的選情都峰回路轉 又有些新的葉劉淑儀出來參選 你以前在08年都曾經試過在港島區上參選 不過當時因為你的加拿大戶籍未能及時放棄 所以你就退選了 你現在有什麼看法呢? 有沒有考慮再參選? 我剛剛發現特首競選有些很突破的事件 那時候我剛剛在新加坡 我不是香港 我看電視 好像看報紙 在機上看到報紙 我心想到 如何收科呢? 我心想 因為很幾年前 我也有很多在政治方面比較熟悉的人都說過 將來特首有兩個人 這就是四、五年前 至少三、四年前 已經有人知道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們會知道 但是不是現在那兩個人呢? 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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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原來這麼有趣 雖然我曾經參選港島區立法會議員 但我過去對政治方面 可以這麼說 是沒有什麼這方面的經驗 以及沒有什麼這方面的文化 就是香港人 就是了 見到政治就覺得是骯髒的 都不會鼓勵家人去參選 是 Anyway 我在報紙上 剛剛是在新加坡 我看到這個情況 我已經深受 哎呀,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那回來就已經看到很多情況發展 很多人都是覺得是有機會了 有些說成虛如入也好 或者是濕死吉也好 就是很多人就本來是 覺得是不用搞了 已經恩典了它 其實做什麼都陪伴親 但現在覺得好像 咦!可能有新希望 是不是? 那於是說很多人都去參選 那我2008年那時候去參選廣島區的 有个立法学议员 最后我都放弃了 有些人经常问我 上次你放弃不了那个价值 就被取消资格 参选的资格 你将来会不会再继续去做呢 其实我当时在短短大概几个月里 我当时在4月左右决定了之后 其实我体会了一件事 令到我觉得我不会再参选 为什么呢 就算我参选进去之后 其实都做不到什么 我体现了一件事 现在整个政治文化是有很大的问题 而为什么很多人有三人想去做事 包括我认识以前有位陆公伟 我们也入过他的公民党 我也去参加过他们 我发现最终是没有做到的 原因就是 整个现在的政治文化 都是很取向政治人物的 比如政客或者政治家 重心是在这里 你看看你今次我们都看到 很明显看到 当唐英年第二次出现很多匪民 有些所谓被人挖了出来 原来他有个箭建的住宅 有些人的话 应该有什么人知道 可能他以前帮他设计的建筑师 我觉得那些人都有份做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 你可以看到整个重心 就是要针对他 哎呀这个人承受有问题 几年前又有外面有分外情 对不对 接着就搞了这件事 其实是很针对他个人的措手行为 以前我亦都认识一位财政师 前财政师 前财政师 阿松 因为我认识他 我过去很多年前 我和他都在海外留学生学会 我认识他 70年代的时候 我知道他这个是一个很聪明仔 即是很聪明仔 又是因为这件这样 说他偷步 偷步买车 偷步买车 我真的心想 第一 他需不需要 他这么有钱的人 对不对 只不过我当时我就觉得 就是 他不需要这样做 第一 因为他根本他大把钱 刚刚有个小孩出生 那些跑车没用的 两个人的跑车怎么用呢 对不对 寶寶仔出生便买一辆车 买一辆七人车 什么大不了 对不对 但因为这件事 就搞到他落了台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反映下 我们现在这个政治文化 是会导致我们的问题解决不了 因为现在的政治 是解决不了现在的问题的 因为我们整个重心 是个人那方面的 我们不能够要求参选的人都是性人 从来没有犯过事 这是不可能的 有很多人因为犯得多 而学到东西 才成为职 才成为职 才是因为你犯错 才会学到东西 如果从来都是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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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很多人都觉得是一个诚信的问题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例如孙中山各父 他背后有些不可告人的私隐 我亦都是无意之间 有些人是帮孙中山各家的纪念堂 就是很involved 孙中山先生那些纪念堂的人 他都说我别人一听 我都不想说 免得说他有些不可告人的事 就是在私生活方面 就算印度各父奸地 也有人说他有些不能告诉世人的事 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 谁人无过 过而能改 而且你从真学到东西便可以 就算他怎么样 除非他真的大奸大奴 很离谱那些 你都开始会质疑 就算我某程度上 我说如果那个人是大奸大奴的 但他是有能力改变香港的 令到香港变得更加好的 最主要他将来会做什么 他的政策是怎样 他能不能动输到香港的问题 能够提出一个方案 是可以彻底解决到的 其实这个更重要 是比他有没有偷购买车 省一点钱 或者展建 我相信香港展建的地方多到死 这个反映香港的问题 这么有钱的家庭 都需要用这些方法 来省一些居住的方面 其实是一个反映香港的很严重的问题 香港人可以这么说 是住贵屋 住到那些人真的不择手段 尽量偷得多少 占多少 这个是一个很 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很 在香港来说 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大不了的问题 但也会有些报章質疑 他潜建都未必是重点 而是可能他会没有承担 没有担当 推过太太出来 向布市发言 如果一个家 也有议员这样失忆 一个家你都搞不定 也不可以出来有承担 自己背起 那你怎样背起香港呢 这个也反映什么 就是香港整个政治文化是什么 是针对人 要攻击人 抹黑你 整个文化是这样的时候 你作为参选的人 你也知道会有这件事 于你承认之后 那后果会怎样呢 你都是想到 你讲什么都没用 虽然我有个方案 令到香港是变得非常好的 肯定做得到的 那你都不会听的 也不会有机会给他 那就是我当时 我在2008年竞选了 那时我感觉到一件事 就是说 就算我进入了立法局 就算我成为港督 其实都没用的 就是改不了香港 因为整个政治文化的关系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 这些东西做什么 自己做自己的东西 有什么不好的问题 就自己解决了 那当时我有个外甥女 也是这样的 那他和我伯父 他说 我伯父说 虽然你去参选 我不要去注册做参选 就是不会做选民 那很多人都这么想 教育不好吗 就去外国读书 那香港多少人 都是双审仔去外国读书 那香港多少公务员 就算是教育署那些 那些主长 更加送 那些都不会去香港读书 其实香港很多人都觉得 浪费了 有些问题就自己搞定 那医疗问题不行 那医疗问题不行 就自己出钱 那医疗问题不行 就自己出钱 看自然医疗法 虽然说 我有钱了 我就搞定 问题我解决了 我不用去搞这个政制 其实大部分人都可以这么说 大部分人都是这么想的 但问题就是 一天政制不改 其实你干什么浪费 我常常都强调 很多人都是香港人 大部分人在这个世界上 大部分人都是 都是挨择求全 就是找一口吃 就是辛辛苦苦 就是已经搞不定了 还有什么精神 精力 多余的资源 去理会社会 这个就是正中 现在整个问题的圈套 其实现在背后 控制我们的地球 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人 大部分人都看不到 看到原来很表面的东西 除非听我们电台的正中 就会知道多一点 我们差不多是唯一的电台 可能很少的电台 是讲很多这方面的资讯 给大家知道的 其实控制我们的层面 是远高 比我们所表面看得到的 那大部分人 都是在那个 在那个金鱼缸里面 那条金鱼游来游去 又不出的 所看的东西都是非常有限的 那好了 那 由今次的经验 也都看到 现在政治的文化的问题 就是很视乎个人的 就是我们希望 经常找一个政治的领袖 或者找一个人上去 给你机会 你总之搞定 你搞不定 你就下台 当然其他那些政党的人 当你是敌人 因为你不是同一派 不是同一派 就是当你是敌人 就是心里面 就是希望你死 希望你做错事 希望你走差踏错 然后他就下台 他就上台 所以之后 第二个人就是这样的心态 希望你有没有搞错事 总之等你出问题 所以整个气氛 整个能量的磁场 都是负面的磁场 大家都是你死我亡 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之下 是不可能 人类能够 创造出一个好的社会 所以这个是我当时 感觉到 我体验到的 就是我进去没有用 就算我成为特首 也没有用 因为一天政治文化不改 我以人的心态 是常常针对人 知道我网上很多抹黑的事情 我网上去看我的资料 很多人抹黑我的 说我一个很差的医生 毛牌 毛牌医生 商量医生 拖到死 所以我其实说 问题不是我做到什么 问题是政制改不改 人类能不能争取医疗自由 这是关键的 但有多少人看得到 是绝数绝数人看得到 我所谓的同行 都希望我死 希望踩下你 他会做得好些 其实这是一个 就是我们的智慧的局限 问题就不是这样解决 好了 你可以看到 参转都是以人 但不是以正光的 我常常说人治人治 常常说 中国大陆是没有什么民主 个人主义 以人治 但是 香港其实一般人的政治文化 还是在走这条路 都是希望找一个人 帮他解决他的问题 他解决不了 希望他落头找别人 整个政治气氛 都不是大家合作的声神 不是想到一个好的方法 去解决他 当时我的经验就是 我会不会再参选 我一定不会以这个形式去参选 但如果我有机会做到 如果我找到足够的志同道合的人 我会用另一个形式去参选 这个形式是目的 一定要打破香港的政治文化 即是说 我们就先以政纲 不要理会什么人 人是代表你的政纲 把重心的注意力 是说政纲 那政纲会就要做到什么 看到问题在哪里 即香港医疗问题在哪里 香港法治的问题 香港教育问题 问题在哪里 你说出问题在哪里 你才有机会想得出 可以构施到一个解决方案 那么你看一下 现在大部分的 现在的所谓参选的人 你看他的政纲 都是很表面的 看到表面的现象 而且其实政纲也很类紧 其实如果抛开人格 非问这些问题 你说去选政纲 不是去选人 但是他们的政纲 是一样的 即是都是这样 加多些钱 到医疗机构 就不是增加市民的选择 即是不停抗阔西医的范围 和权力 没错 你看一下 例如梁振英 她大概怎么说 梁振英 第一条她已经说了 即是要公私营的伤轨制 那她就说 好了 我现在开始读给各位听众 她第一点就会说 她支持继续维持 现在有效的公私营伤轨制的医疗制度 公营医疗可以为市民提供一个基本的安全网 而私营医疗就为有能力者提供选择 另外她就说 医管局成立已经预二十年了 为了应付未来人口老化等等的社会问题 医管局就根据本身自己的定位 就要全面检讨人事制度 工时制度 成本效益和服务水平等等 确保医管局可以在商轨下提供一个高水平高效益的服务 另外也会研究一些外判服务 为病人提供选择 第四点就是说 除了进一步发展私营医疗的同事 亦都会加强令到私营医院更加完善 和医疗集团的监管 第五点 研究拨地 鼓励非牟利团体开设更多医院 而且是自负盈亏的 第六点 开始提及一些关于医疗开支和融资的问题 她就说 为了应付人口老化 承诺在公共财政容许下 就会维持公营医疗拨款逐步上升 另外第七点 面对人口老化 长远的医疗融资问题 是很值得各界关注的 政府打算鼓励市民自己购买医疗保险 而且也会在下任政府期间 作出一些成效的评估 第八点 以一些税务优位 鼓励市民自己购买医疗保险 第九 考虑成立一个监管的机制 对医疗保险市场 作出有效监管 以确保病人的利益 其实也有很多点 鼓励市民购买医保的 第十点 他就说 长远会再规划公司型医疗医疗人员的人力资源 确保有更多新增人手 是可以稳定供应的 以配合服务 尽可能不要受经济周期影响 第十一点 专职医疗人员 对整体医疗体制的成功运作 是非常重要的 他会全盘性地 检讨人力资源规划 需要涵盖各类专职医疗人员 第十二 他会着重更多的照顾 在医护人员的专科培训 第十三 正规及适当处理前线医护人员过劳的问题 即是正视他们公司过场的问题 十四 还有会设法解决现在人手短缺的问题 以合理的薪酬 雇佣兼职医生 第十五 关注内地商非人妇来港产子 对香港公司医疗机构造成的压力 以及检讨一下 孕妇母子安全的影响 接着就开始提到医疗券和基层医疗的问题 第十六点 他提到要提供障碍者的医疗券 增加至每年一千元 第十七点 考虑到医疗券、概念和基层医疗的结合 资助一些长期病患者 例如糖尿病、血压、血脂等等 在公司型医疗机构的选择 并且进一步再提高医疗券的价值 第十八点 关于精神病患者服务 他会支援一些轻度精神病患者 向家庭医生求诊 第十九点 投入资源到牙科服务 在公共医疗体系内发展 老人家和学童的牙科保健 最后两点关于中医药 他会考虑成立中医中药发展委员会 邀请中医业界加入 向政府提供更多的中医意见 制定中医的职能 研究表列中医过度的有关问题 而且邀请中医界代表加入相关的资讯委员会 最后一点 扩大中医药在公营医疗机构的角色 邀请中医师鼓励中西医结合治疗和研究 鼓励中医药的专业发展 并鼓励中医持续学习改善待遇 我自己也是一位比例的中医 我亦有中医的团体 邀请我在新研道的时候 参加联谊会和联谊会 也会提及特首竞选梁振英 似乎中医界尽量去拉拢她 希望她为中医做些事 俗讲些事 你也看到现在她所讲的 基本上都是讲 如何去尽用西医医疗资源 其实全部讲西医那套资源 大部份也是 另外一位参选人 唐英言 她怎样说呢 她的性感是怎样 其实也有些相类似的 但我们也可以讲讲 第一点她已经讲优化服务问题了 她说会检讨医管局的架构 深入探讨如何改善医护人员人手短缺的问题 以舒缓前线人员的压力 另外也会检讨长远需要 培训更多的人才 另外会预备更多的撥款 去诊所重建、矿建、维修等等 另外也会加强公司仍合作 以缩短公立医院病人轮候的时间 减低前线人员的工作压力 另外日后如果批出私家医院牌照的时候 在营运手势里面会规管服务范围 确保提供一些比较平衡的医疗服务 另外第二点她说要提高保障 她会仔细地考虑社会人士的意见 尽快落实医疗保险这个计划 另外也可以在扣税方面做一些优惠给市民 鼓励市民可以自己购买医疗保险 最后一点她只有三点 最后一点就是成立这个委员会 制定中医专业发展策略和政策 并会研究如何将中医这一科 放入去政府医疗架构里面 研究一下成立中医医院的可能性 她还保守 没什么分别 没什么保守 就是尽量将资源那方面 就是尽量善用它 或者尽量增加多些这方面的资源 是 其实何俊仁的政纲大致上都差不多 是的 只不过是拨款 就是三位是拨款的金额问题 都是增加的 同样是增加100亿 还是50亿 还是500亿的问题 是的 是的 那或者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一会 我就会详细些去和大家再讨论一下 就是这三者的 这三位参专人 暂时说 主要三位参专人 她提出来的政纲 你看到大致上 都是增加医疗的资源 公家不够吗? 用私家 用私家 都不够 你自己买保险 自己买保险 总之 政府已经给了很多钱 但是做不够的时候 私人都帮忙 两家都是拉动中医的 其实中医的投票 在那个十二位的选委里面 中医都占了很多 都很多位 所以中医的投票力量 都很大 所以所有两位 起码两位参专人 我相信何俊仁 都会不敢忽略 不敢忽视中医的利益 大家都是用这条路 那我可以跟大家 可以这样说 这三位 就算是哪一位当选都好 香港医疗问题 肯定不会解决 不过叶柳淑儀的政缸 我们还没有 还没有 太深了 新鲜热 相信不会有什么 在这方面 会和三个 就是其他的参专 不会有什么不同 因为大家都看不出问题 大家都是在那个 在那个框框里面 在那里打滚 看表面的现象 或者我休息一会 之后 回来再谈谈 谢谢袁先生 申请的解决方法 应该如何 休息一会再谈谈 好 拜拜 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www.healthshop.com.hk 自然疗法与你这个节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大家好 又回到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了 是的 袁医生 刚才提到政纲的问题 无论我们 这个人治还是法治的社会 你看到政纲也很累 其实市民似乎 即使有人一票 我们也没有太大的选择 我看下去 是的 因为我都说 哪个人做得好 所以最重要是 他的解决方案 正不正确 行不行得通 是吧 刚才大家听过 我都很详细地分析过 三位参专人的政绩 其实都是说来说来 也认为 现时的医疗问题 就是我们的资源 未足够 所以令到工作人员 要做得很辛苦 很疲劳 因为人手不够 所以做得很辛苦 那怎样呢 那就要请多些人 是吧 政府那方面的资源 就已经用了很多钱了 好像不知八百多亿 那我们政府 不能够再无穷尽地加进去 现在怎样算呢 就是私人 是吧 香港一向都是这样的 香港我们叫做 二层系统 即是有两个层面去的 去私人医院又可以 私家医生又有 也有公家医院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过去 因为香港过去 私家医院那方面 私家的诊素 是比较多人用的 但因为早年的医管局 未出现之前 政府的医疗设施方法 比较简陋 我以前去马亚医院 我七年代见过 是很骯髒的 即是那些桌子 医生用的桌子 很简陋 那些大墙桌 没有什么 privacy 病人就在大墙桌 几个医生在看 不同的人一起去看 我都忘了 其实真的挺落后的 现在今时今日不是 现在整个医生 好像酒店那样 很漂亮 所以变得越来越多人 就去政府的机构去看病 包括我认识很多中产家 家人 他不是没有钱 不过他就不用自己 先用政府 你可以看到 令到政府方面 医生的资源越来越不足够 如果大家看到 整个方向 都是认为 现在的问题 是因为我们资源不够用 那为什么不够用 通常都说 人口老化 人口老化 人口老化便自然 人多病 我以前都经常和大家分享过 全世界长寿邨 那些地方的人 是有一个共通点 长寿邨的人 是没有医生设施 医生设施差不多是不存在 即是没有什么病痛 是没有医生设施的 是 通常的地方是很简陋的地方 高山 这些地方根本没有医生设施 除了沖繩岛 在沖繩岛 在水平线的地域 这些地方的人 是比较长寿 很长寿的 但是 一个共通点是没有医生设施的 所以 医生设施和人口老化 人口老化便代表 人会多病 所以 长寿邨的人 医生设施是没有医生设施的 亦都可以说 因为人们没有病 所以没有医生设施 没有医生设施 但亦都可以这样 因为没有医生设施的伤害 他们 西医的伤害 他们 他们可能会比较长寿 所以 所以 我经常都看到 因为 医生设施不够 人口老化 那些人多病 年纪大 长寿一点 多病 这个完全是 你了解的真实 你发现 不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 长寿邨的地方 那些人 长寿得来 不是多病的 第二件事 我们现在不是那些人 因为年纪大而多病 现在的病是越来越轻轻化 是吧 小孩子的癌症 脑癌 全会越轻轻化 所以你看到 那个问题 根本就 那个问题 不是我们所认为的表象 那为什么我们有这么 另外一个解释 现在我们的 都市化的生活 是生活紧张 生活繁忙 那 其实 原代的生活 和以前的生活 哪个辛苦 以前要担泥担水 要砍柴煮饭 是吧 你做了多少 今次今天 我们有多少科技 的方便 令到我们的生活 很多东西都容易了很多 是不应该 反而更辛苦 反而生活压力更多 是吧 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不成立 都不合理 这种的说法 那好了 那现在为什么 我们说来说 你只用西医的资源 是吧 就算中医也好 因为政治的因素 我们不可以不理他 是吧 那我们经常都有一种 有种想法 有一种错误的想法 以为西医是科学的 有科学根据的 而其他医疗 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那我经常都跟大家说 如果有科学根据的医疗 是经常令到 那些人的病 的资源 起码是用极不够的 那为什么会用极不够呢 你看到的 香港医管局 你看到早年有多少钱 我想50亿开始 就是总开支 加到现在800亿 现在不断地增加 那结果那些人 是用极不够 那用极不够 那你要想一下 为什么用这么多钱 不断地增加 都不够呢 其实最简单的原因是哪 那他的意思 那我们看的当然是 因为你本身的医疗有问题 但是他有很多理由 就是他会说 像你所说的 人口老化 压力大 现在精神科的数字 都不停上升 没错了 其实精神科使用到 什么病都多了 不要说什么病 精神病都多了 其实很简单的原因就是 我用多多支援 也好 你有一件事你做不到 你从来没有医好病 是啊 就这么简单 我当你50岁有病 那医治到你80多岁死了 过程里面有没有医好过呢 是没有一种慢性病 是西医可以能够根治的 好了 但是他会直接跟病人说 那些病是没得医的 是啊 那没办法 最好解释就是 那些病是这样的 是医不好的 就是有个小孩 几岁糖尿病 是没得医的 不断地打胰道素 是啊 糖尿病一型那些 那些不出奇 但二型那些 生活方法的病 有没有医 是没有医到的 就是我从来没有听到 有个人看西医 医治一下病是好的 不用吃也不用打 真的从来没有 那其实那个问题 那个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为什么 我们以前 我有个机构 叫做香港更好大行动 其实这些机构还存在 就是不是那么活躍 始终要大家 多不多人肯做事 是不是 如果多人肯做事 那可以做很多事 可以做的 就是做些正确的事 那我在那个 过去我在香港出路 那个电台 我都讲了四年了 就是当时 我分析香港的 多方面的问题 那我有四部曲的 就是我要解决问题 一定要有四部曲的 第一 我们要把问题的定要 定得很准 就是我们先讲讲 什么问题 OK 就是我用所谓的Defined 那个Problem 那如果你能够 定的问题 定得准确 那你才有机会 解决到的 对不对 就是问题都不在那里 你就想了另外的方法 想了另外的东西 就以为那是问题 其实那不是问题 对不对 所以你有什么可能 会解决到呢 是你根本不可能 会解决到的 好了 第一 你要准确定到 这个问题在哪里 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 就是什么问题 第二 就是说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的 好了 有得了解多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呢 那个起因在哪里 那第三 你才可以说到 如何去解决 重点 当然理论上 我们可以说 为什么解决 最后第三点 是行动 就是我们每个人 都要参与去行动 真正的所谓民主的社会 是参与性的民主 就不是选举性的民主 选举性的民主 你看美国 选举性的民主 有没有用 完全没有用 根本背后都是大财团 大财团上面 还有一些更加控制他 那些黑手 你根本都不知道 对不对 他根本要谁想任 就想任 所以根本是没有用 就算给你一个民主 社会 像美国那样的民主 根本背后都是民主的制度 给其他人 用另一种手法 控制你的 好了 那你一看到 现在整个医疗 那个问题 是没有人 动出到 那个问题 在哪处 他个人是看到 那个表面 就是看到 我们资源不够 这样就 用多些钱 其实 整个医疗问题 就说 在我的政缸 如果大家有机会 想我们Better Hong Kong 可以查出我 我当时 医疗方面的政缸 问题就是 我们现时的医疗 那个服务 是未能够供应一个 合乎经济效益的医疗服务 就是未能够供应一个 合乎经济效益的医疗服务 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 好了 那这个问题 为什么来 为什么出现 很多人不明白 他就以为人口老化 对不对 以为那个生活紧张 其实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 没有医疗多方面的自由选择 因为不同的病 是有不同的医疗方法 西医的对抗性医疗 在哪方面是强悍呢 就是创伤 流血不止 皮肤严重灼伤 断骨 这些病 这些占人类 就是他这方面的服务 肯定是有救命的功效的 但是 这个是十分之一 那我们不能够说 其他呢 其他十分之九十 他所做的事 是八分之八十所做的 就是主治的慢性病 是完全是没有了道的 不单止没有了道 是还有很多的副作用 我和大家分享过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在医学杂志 都说过很多次了 西医能够帮助的病 是十分之一 但是西医呢 能够 所做的事的副作用 是制造出来的病 也是十分之一 那就是说 十分之一有帮助 十分之一就制造病 打和了 那还有百分之八十的 所以所谓的慢性病 文明那些慢性病 那些病 根本西医是束手无策的 那所以要了解这个真相 这些资料 这些资料 这些资料不是我们作的 是医学杂志 一向都说了很久 那可以了解到 那问题就是 我们不能够 被西医 独揽医疗服务 那个特权 嗯 它是有帮助 但是它只不过帮到十分之一 就是它有角色 但是它的角色 不是全面角色 是一个很小的角色 那如果我们能够 它将它的服务 那个范围 是收集于十分之一 的创伤性那方面 而其他的呢 是采用其他更加有效的方法 更加安全副作用性的方法 包括中医 包括脊骨神经科 包括同流疗法 包括自然医疗的草药 西草药 其实这些是对这些病 起码来说 不会有严重的副作用 起码不会有这些 好像西医的副作用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资料 我最近在美国 我有朋友在家看到的 他说 在美国每年 从来十四年 过去十七年里面 是从来没有一个人 死在维他命的 但是有三百万人 是死去西药 就是说过去十三 就是说西药的药 不要说其他的事故 医疗事故 开刀的问题 或者在流院期间 感染到新的病 就是说吃药 吃错药 是有三百万人 在过去十七年 是没有一宗人死去西药 是维他命的 今时今日 我看看维他命管得多厉害 我跟大家分享过 用食物安全的回报制度 令到你自己 进入维他命 自己用都不行 都是犯法的 因为你没有情报 你是import 很多人都不了解 那个真正的问题 好了 你看到现在的医疗问题 我们是没有医疗选择 这是主要的问题 根源来的 我们整个医疗的制度 都将医疗的服务 是给专业人士去住 给中医也好 西医也好 物理治疗师也好 即将整个所谓医疗的责任 他从来没有想到 真正正正要健康 不是靠医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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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靠每个个人 为自己的健康负上责任 那整个医疗制度 从来没有鼓励你做这件事 整个医疗制度 就想想想 如何帮你去筹钱 是吧 纳税人钱不够吗 私人有自己出钱 不行吗 公司都要帮你出钱 立法例 强逼公司出钱 你想想想 美国用的医疗费用 是多过军费 1.7兆亿美元 美国医疗问题 能否解决到 全世界差不多 排名排得很差 婴儿的妖截 排到20多 是很差很差的 整个美国人的平均寿命 也不高 所以问题不是资源不足 美国现在资源过剩 但是人们用不用得到 很多医院是要倒闭的 其实香港某一段时间也是 香港的西医生意不够 但是酝酿要减香港 医生减产 香港两间西医学院 本来每间有200多人毕业 全部涉减了成千多人 你看看整个医疗架构 都是为专业人士的利益着想 从来没有想过 多些人供应服务 可能价钱会便宜 你看看现在突然之间 出现大陆的人 那些人来香港看病 现在香港很多外国大陆的人 来香港看病 所以香港现在的西医 又是很蓬勃的 加上苦产科 哇 这些这样的 雙非的产科来香港 整个医疗局面又改了 好了 以前剪了百一年 剪了一百多个医学生的毕业 现在再来过 起码几年之后 起码五六年之后才有 你可以看到 整个医疗政策方面 是根本都看不出问题 问题不是说 现在医疗资源不足 问题就是 我们现在被西医垄断 这个是导致我们的医疗 不能够多元化 不能够采用多方面的医疗工具 而且绝对是没有鼓励 那些人自己照顾自己 那么专业人士 当然不希望自己照顾自己 当然希望你帮顺他 不是专业人士 甚至连引入part time 那些兼医生都反对 西医业也反对 何况你说开放医疗市场 我想个人想选下去都难 就是他们自己很维护自己的利益 没错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个他们所想到的东西 以前医生生意不够 减产 立刻把西医的数字减得很厉害 今时今日 就算说在外国 美国医生会参与香港吗 英国医生会参与香港吗 他一定不会被人入侵 所以你要看到 整个社会的问题 我们太着重于所谓的专业人士 不去为自己付上健康的责任 这是一个重心 我们的制度 应该要做到什么制度 是逼迫我们的人 第一 为自己健康付上责任 第二 要做到什么呢 要做到医疗的多元化 在我的政纲里面 我都写得很清楚 第一 我们的问题是这 我们现时的医疗制度 是未能够为香港人 提供一个合乎 经济效益的医疗服务 这个就是问题 the definition 为什么出现 因为我们现时的医疗 完全受控于西医 而西医 只能够对付十分之一的文明人 那些病 创伤性的病 不止断骨 这些病是有贡献 其他那些方面是完全没有疗效的 以及他的医疗方法 是制造出十分之一的病 这个是一个问题的根源 我们太过依赖一种方法 是不能够全面为香港人 照顾香港人的健康 需要的医疗 而被他垄断了 所以我们的医疗解决方法 一定要鼓励多方面的医疗出现 还有要鼓励一些人 为自己健康负责任 最终的做法是如何呢 我和以前都分享过的 就是用个人医疗的住备金 Individual Providence Fund 每个香港人一出生 就可能给他十万元 指定是他名下的 那么他就可以用这些钱 去看他的医生 OK 你说你看那些注册的医生 他可以 但他可以看那些没有注册的人 医疗人 什么人都好 始终是他自己的钱 你相信如果用你自己的钱 你会不会很小心去用 是这么简单 如果今时今日 你看西医不用钱 看中医要钱 你会看什么 十个有九个才看西医 这个是逼人去做成这些 让西医看到身体坏了 一坨东西 再找其他医疗医不了 不够快 那就说其他医疗不行 如果这些钱是你自己的钱 你用当然是你自己的钱 你当然会很谨慎理财 你要当然选择得对你才去看 如果发现那个方法 医到你十年都未医好 你会不会再继续坚持下去 你当然不会 你一定会去做其他方法 其实很简单 我们一定在基本法那边 要成立香港人有基本医疗 选择的权利 医疗供应者 医生有权利用不同的方法 现在在外国 如果你做西医 你用其他的自然方法医病 你会被人脱牌 我跟大家分享过 有本书叫Politics and Healing 你看到有很多医学教授 有些很有效的医疗工具 都是被人削除了 就是被人消灭了 因为有很多一些恶法 他利用这些恶法 令到你的方法是不合法的 其中恶法 我跟大家分享过 《不良医学广告条例》 药物的维他命当作药 将来他想行这条医疗仪器的监管 这些这样的法例 令到很多人想用一些另外的方法 他有法律的理据是消灭你 我用这些方法 我医治癌症的百分之百都医治的 这个仪器没有注册的 那你就犯法 那就立刻消灭你 你做些违法的事 其实背后就是这些道理 香港人真真正正要看东西 要看得高一点的层面 好像爱因斯坦都说过 以前我也说过 我不知道原来爱因斯坦都说过 同样的东西 就是说你解决问题 就不能够在问题出现的层面去解决 你一定要从另一个层面去看 我和大家经常都不断地和大家分享 就是说 如果我们用这种眼光 自己去看 不要相信注意人词 这样的人词 全部都不会为你着想 哪个人说过呢 就是George Bernard Shaw 蕭伯拉都说过 所有专业人士 都是阴谋对付群众 All profession conspire against the people 你了解这些 真是智慧之言 你了解之后 你就真的将自己的健康 整个社会的问题 都是自己去掌握 不要立乱 蠻从别人 也不要将责任给别人 要教别人 你自己要参与 自己要想想 他所说的东西 会不会解决香港问题 起码在医疗方面 我们刚才所看过三个参与人 是没有一个看出问题的根源 从而能够具体找到一个解决方法 袁医生 但是你觉得 如果候选人出来说 例如开放医疗市场 增加竞争 或者增加多些市民的选择 其实他们如果放过这样的政光 很难 当然难 你知道为什么会难 因为我给你解释 专业人士 不会喜欢一些人 有自己的医疗选择 我不相信中医 也希望你 你随家去买一些中药 当然不用 最好是必须被迫要看他 对吧 任何的专业人士 都要有特权的法律 他的特权是他有license 然后有牌照去practice 而你一定要他 允许你 或者他签纸 写一样 可以中药好 所以就是 所有专业最终的目的 都是维护自己 受控 如果有一个政治人 有一个政治领袖 我提出我的医疗健康处 大部分人都会吓死 因为大部分人不想自己 为自己健康负责任 你跟他说 没有人能帮你 你真正正健康 要靠自己的话 那些人都会吓死 吓死了 吓死了 这些政权 是不会被人受落的 知道吗 所以我告诉你 到一天我们的人的思考方法 理解的难力方法 是不改善的 我们香港目前的制度 是不会解决到问题的 就是大家要靠自己的觉成 和增加一些对身边事物的认知 才能够办 有多少人可以动出 动穿到这些问题 就算这个好像 就像美国的Rumpur 其实美国真正正看穿问题 美国的问题是 美国的Congressman 众议院的Rumpur 他排最后排第七 如果你有机会上网 看Rumpur所说的 他看出了问题 那个经济的问题 医疗的问题 他看穿了 但有多少人会明白呢 应该不少的 但始终是不足够的 我尽量是需要 大家希望 将我们的讯息 给更多的人知道 第一自己想想 对不对 好像我们蒙门的 我们的节目主持 也是 大家要有enquiry 自己有一个求知的心态去探讨 我才能有一天明白到 要不然我们在金鱼缸里面打滚 打滚走不出 或者我们好像在热窝里面的青蛙 被人慢慢煮 煮到煮到煮到水 温水煮华 煮到煮华 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好了 今集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刚才原医生为大家提过 香港更好这个节目 如果大家想重温香港更好电台的节目 可以在原网台里找到 大家听多些 如果听了之后有什么想提问 也欢迎去我们的讨论区留言 今集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